看眼前的工人在甲板正在制作诱饵,就当他拿着刀子在快速的切入时,要知道在寒冷的甲板上,狂蜂会卷起数米高的巨浪, 海水的嫌度让伤口根本就没有愈合的可能,甚至还会因感染而无法继续赚钱,工人只是将伤口上的血迹用抹布擦掉,然后用电胶带缠了几圈,就算是处理完毕了。 立马又回到了甲板上继续补蟹,但是雷克的直觉似乎和谢勋擦肩而过,蟹龙里的帝王蟹也是少得可怜,雷克之前的新手体验包已经到期,等待他的僵尸残酷的现实。 为了这次的捕捞,工人在投放谢龙上面,甚至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这样的收获让他们心里很是沮丧,在甲板上只有不停的忙碌,才能让身体暖和起来。 但是面对罐子里可怜的帝王蟹,工人们工作的动作明显的慢了下来,画面切换到西阁船长这边,西阁这边可谓是顺风顺水圣财神。 昨天西阁船长已经将帝王蟹全部交付到码头,足足让西阁赚了7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480万,临走之前已经将部分谢龙提前投放下去,谢龙在海中已经浸泡了足够长的时间。 看看二次返航的西阁运气如何,由于西阁还有13万磅的配额没有完成,但同样不好的消息就是再过五天,帝王蟹每磅的价格会下降亿美元,这就意味着西阁必须在五天内捕捞足够多的帝王蟹,并在降价之前赶回码头。 让我们来看看西阁的第一网会捕捞多少帝王蟹,工人狠狠地将矛钩抛向远处。 西阁布川衣上从驾驶舱里走了出来,因为这第一网很关键,如果第一网里数量可观,那基本上可以断地。 谢龙扎到螃蟹堆了,随着脚盘的转动,罐子在缓缓上升。 Cida拨摆了奴,驰骑逐动。 5天,小小拨摆也会下降到一cm$1,01.000匹。 Sig仅仅常要近距加110,000%的扣. 工人分解蛮把数量跨回西阁。 第一网在罟组有23侄。 西阁感觉这次的选择非常好。 如果西哥每罐都能保持在40区 那样很快就能完成配额提前下海 对于甲板上的工人来举 帝王线的多少直接能影响他们干活的劲 因为这样的收获会让他们拿到丰厚的工资并提前回家 画面切换到雷克这边 由于上次的没 让雷克几乎空手而归 这次雷克遵循自己的职举 一次性把自己全部的献龙一并掏出 雷克承认这里面有赌的成分 下面就看看雷克能否扭转前坤 随着脚牌的缓缓拉起 映入眼帘的是厚厚的一层地盲线 虽然不多 但对于许久没见到螃蟹的工人 这些一人是足够人 第二罐的数量又让工人看到了心 毕竟这会给自己带来丰厚的提成 第三罐 第四罐 鱼人看着堆积如山的帝王线 高兴地分解 并相互调侃着赚道钱要去拿下车发 托盘上的每只帝王线价值30美元 这意味着雷克每个罐子都能获得1000美元 折合人民币将近7000元 画面切换到菲尔船长这边 前两集说到菲尔因为在码头修船 耽误了很长的时间 并在修罗群桨上面 花费了20万美元看看菲尔这次的捕捞 能否将自己的巨额开销给赚回来呢 咱们下集接着说 金五开始的捕捞 我们下集� ACL 明天